嗨 各位 因為上一次的通行陣更新 官方沒有推出第二隻新角的關係 所以這次在技中的時候 又塞了一次新的更新進來 這次的技中新角叫做海格 畫面上可以看到他的設計概念跟麥克斯還有奔騰是有關的 連畫面上隊友的部分 官方也刻意選擇這兩隻去做陪襯 海格這隻角色的血量並不高 只有3300滴 算是全角色裡面最低的一隻英雄了 攻擊的方式跟麥克斯一樣 是往前射出兩發小小的子彈 攻擊傷害的部分是有點可惡喔 每一發子彈只有450點的傷害 等於說你兩發全中 只有900滴 比波可還要少 那這樣子看下來呢 身為一個新傳奇角的海格 好像被官方做得很弱的感覺 所以這邊就要提一下他身為傳奇的部分了 海格的大招是會召喚出一個機甲出來 血量會瞬間拉升到7500滴 那這一個機甲呢 他會隨著時間慢慢扣除他的血量 大概是每秒扣150點的血喔 攻擊的方式則是變成直線射出8發的能量子彈 每一發的傷害是360滴 這個機甲的形態呢 也是有大招的 是往前像BB這隻角色一樣 揮出一下能夠造成3600點傷害的斬擊 只是這個機甲形態的大招不是根據你的普攻命中去累積充能的 而是像木桶這隻角色的被動一樣喔 是自動充能的 官方他們是說充能速度非常的快 我個人猜測大概是在機甲形態能夠穩定施放2-3次左右 那當這個機甲的血量歸零的時候 海格他就會變為他原本的人形態了 那畫面上是可以看到 海格他是被彈出來的 所以這大概代表著 海格他在足球模式上 並不能以機甲形態再加上人形態的血量去硬扛傷害走進去進球的 那畫面上是有看到 海格他在彈出來之後是有一個類似減傷的護盾 官方是沒有在影片上面特別提到說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大概是海格他的其中一個能力之星 那這次的更新 只有推出另外兩個新的造型 其中一個是葛雷特的神鬼戰士 另外一個是比特的8號加油機 那如果你買了全部亂鬥之城系列的造型 官方還會在額外送每一款造型的專屬表情給你 在10月中的時候 還有一個亂鬥之城的挑戰活動 獎勵是比特的8號加油機造型 最後的部分就是在上次有提到的戰隊系統的部分 官方這邊又在強調 戰隊成員上限會從100人降低成30人 不過在這次的更新 他們應該還是不會去實裝這個部分的 因為他們是說 他們還正在研究新模式的玩法 所以意思大概就是 他們還沒有去完成這個部分 玩法的部分 大概是跟戰隊有關啦 我猜測大概會像附羅衝突啊 或是皇室戰爭那樣 用戰隊的連賽方式去呈現 剩下的內容就是優化一些組隊功能 和新出的幾個金銀造型和表情符號 上面這些就是這次Bull Talk的全部內容了 不知道是不是工程師也沉迷艾埃破壞神和哈利波特的關係 更新內容是有點出乎意料 非常的少 可以說是只有新增了一隻新角色而已 這部影片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過幾天再來分享試玩海格和平衡性調整的影片給各位 有下次見 掰掰